杨幂豪宅37亿买新戏 历听其下一人迪丽热巴 古装剧《三双三式十里桃花》播出以来 除了男女主角杨幂 赵又廷人气标声外 杨幂其下一人迪丽热巴也 因剧饰演天真善良的白凤九一九 让他幸运大开 日前迪丽热巴不但成为三剧续集的主角 杨幂更砸下巴以人民币买下小说 《长相思版权》改篇为电视剧 要让迪丽热巴在长相思 独票大量 不过消息一出 却引来网友反面评价 据香港01报道 迪丽热巴在《三双三式十里桃花》人气之声 加上首编主持的综艺节目奔跑 把兄弟及广告代言 让他在电视上曝光率大增 但观众渐渐对迪丽热巴出现疲劳感 去年迪丽热巴主演古装剧情是历人明月新 刚开始播出时 收视率还在同时断戏剧的第二名 不 过后来收视率一路惨跌至第八名 网友表示演技很普通 电视打开都是他虽然网路上马声频传 老板杨幂确立捧迪丽热巴是给他们练手的 完全不管外界反对声浪 近日更好撒8亿人民币 要让迪丽热巴在场相似担任女主角 为捧红旗下一人毫不手软 不过网友对于杨幂的决定反对声浪不断 纷纷表示迪丽热巴还不能演 女主角 看得很腻 还有人劝杨幂自己担任新剧女主角 收视率会比较好